新媒市長侯友宜選後重回市政 今天首度主持市政會議 他感謝是斧頭人在他請假期間 依舊努力的顧市政 不過大選後於頗蕩漾 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爆料 選後有國民黨的人士狂打電話給柯P 侯友宜今天也承認 他確實有打過電話 也希望兩個人面對未來挑戰 能夠繼續的團結在一起 市政首次主持市政會議 侯市長先感謝市府同仁 更透露未來謝票規劃 我大概會利用昨末或是下班時間 去對我的支持者表達12萬分的感謝 市政擺第一 選後事務擺第二 不過選後余波蕩漾 柯文哲太太陳佩琪 柯文爆料選後有國民黨的人 狂打電話給柯P 侯市長也證實確實有打這通電話 打電話給柯文哲主席 要表達自意 希望未來我們大家 面對台灣還有很多的挑戰 大家都要團結在一起 喊話在野團結 至於疾管署知道選後 才公開高端疫苗的採購合約 侯友宜也有話要說 人民一直想了解高端為什麼封城 所以人民有要資格起立嗎 那選後已經公佈了 那公佈了人民還有很多的問題 這些問題政府要有責任 把這些問題很清楚的 對人民來做一個交代 經過一場總統大選 侯友宜面對時事提問 已經習慣接招 炮口對準 執政大 請三文章 楊杰心美食 參謀導